交易至今已有八年,经历了亏损与盈利的反复波动,直到最近几年才真正实现了自己自足,回想刚开始接触交易时,我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职业,只需坐在家里敲敲键盘就能赚钱。 当时的我深信不疑,交易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,但很快随着亏损的积累,我开始迷失在这条路上,那段时间我感到无比绝望,认为交易员就是一个无底的深渊,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行业,交易仿佛只是一个披着合法外衣的赌场,没人能真正长期获利,我也许只是个无知的赌徒罢了。 然而,随着时间推移,我渐渐看清了交易的真相,领悟到其中的规律和奥秘,我一点一点地调整心态,找到自己的交易方式,并最终走上了稳定盈利的道路。 那个时候,我才重新发现,原来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就是交易员,他不仅让我达成了许多人生目标,也让我获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由感。 尽管我走过许多弯路,但我依然感激交易这个职业,他给了我用自己的方式,站着把钱赚到的机会。 在和平年代里,交易无疑是普通人实现阶层跨越的最佳途径,没有之一,他没有门槛,没有身份限制。 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,耐心与智慧,就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。 回首过往,我满怀感恩,希望这条路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光。